5点20分的时候,男友阿恒发来微信 晚上部门聚餐,你和我一起去吧 省得你一个人在家做饭 我心头涌上一丝甜蜜 手指快速地敲击屏幕,回复他 会不会不太好,没事的 都是些同事,他们很随和的 而且都跟我差不多大 交流起来也没时磨压力 说不定你还能交到几个朋友 我很感动,阿恒处处为我着想 我在几天前刚刚辞掉了老家的工作 来到他的城市发展 结束了已经持续一年多的异地恋状态 异地恋太苦了 我们两人隔着一千多公里 天南地北的,现一面属实不容易 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在工作之余抱着 手机互诉中长 我们看不到对方,也触碰不到对方 仅靠着每天晚上一个小时的视频通话 给我们的爱情续命 我翻箱倒柜,挑了一件还算得体的连衣裙 我带的行李不多,也莫来得及去买几件新衣服 但是第一次现阿恒的同事 我总不能太随意邋遢 我化了个淡妆,将长发竖起 露出雪白的脖梗 我满意地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 我对自己的外貌还有身材,还是很满意的 阿恒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到地方了 他给我发来了定位 我叫了辆出租车驱车前往 聚餐的地点,定在一家火锅店 我一进店里 阿恒就发现了我,并且站起来朝我挥手 会会 这边,包厢是半场的 一张大桌子,围坐了七八个人 桌子中间,一个巨大的鸳鸯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桌面上摆了满了各种涮火锅的食材 看着很有食欲,阿恒身边坐着一个身材娇小 长得十分甜美的女同事 我刚一坐下,她便和我打招呼 你是惠惠姐姐吧 我是恒哥的同事,叫我小雪就好了 我常听恒哥提起你 惠惠姐姐,你好漂亮哦 小雪边说边往阿恒身边靠了靠 然后冲着我露出一个极甜的笑容 我听阿恒提过小雪 她刚大学毕业,进公司半年 跟着阿恒学做工程预算 阿恒对她的评价是漂亮聪明 而且很善解人意 第一次和阿恒的同事们一起吃饭 我多多少少有些拘束 还好阿恒很体贴,一直替我加菜 夏天吃火锅虽然爽,但也是真的热 座位上方又没有中央空调 我热得直冒汗 我失了侧 我不知道阿恒他们会来吃火锅 所以化妆偷了懒没有定妆 一出汗,脸上的粉底液就混着汗水 把我脸上的彩妆晕开了 阿恒见我出汗,拿来纸巾替我擦汗 不擦还好 一擦,我得妆就全脱了 脸上一片斑驳 我没带粉饼,想补个妆豆腩 我有些尴尬,低着头只顾吃菜 心里祈祷着阿恒的同事们 千万不要注意到我惨不忍睹的脸 可偏偏在这时 小雪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我的脸问 惠惠姐姐,你的脸怎么了? 她一说话,其他人全部转头看向我 场面极为尴尬 我感觉我已经射死了 我恨不得用脚趾头在地上扣个缝 然后一头扎进去 小雪似乎完全没注意到我尴尬的表情 又补了一刀 怎么会脱妆这么严重? 姐姐是不是粉底液涂太厚了? 还好我不化妆 她的脸看起来人畜无害 声音听起来软绵绵的 可此刻我却是恨不得扑上去 把她掐死 我硬着头皮撑到散场 回去的路上 阿恒看出来我不太开心 拉着我的手和我解释 惠惠 刚才的是你别放在心上 小雪无心的 她这个人神经有些大条 说话不经过脑子 你别和她一般见识 说话不经过脑子 我看是心眼太多了吧 她明明也化了妆 还要强调自己没有化妆 这不是绿茶是什么 想到刚才看到我出球 小雪那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就一肚子活 她明明就是故意的 难道阿恒看不出来吗? 你这么说就有些严重了吧? 她刚参加工作 人际交往方面确实差了一点 你别往心里去就好了 小雪跟着阿恒学习 名义上算是阿恒的徒弟 阿恒听到我说她是绿茶 语气里竟对她有几分偏袒 我和阿恒是大学校友 同校不同系 大学恋爱两年 毕业后有异地一年半 总共三年半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但绝对比她和小雪认识的时间长吧 之前我在工作中 遇到鸡婆的女同事 和阿恒说 阿恒总会站在我的立场来安慰我 怎么现在反倒是向着别人说话了 见我黑着脸 阿恒搂着我的肩膀哄我 别生气了 是她不对 我带她向你道歉 明天我陪你逛商场 买些你喜欢的衣服和化妆品 当作赔罪好吗 我也是现好就收 给台阶就下 我不想因为小雪和阿恒稚气 那样得不偿失 阿恒常的高大帅气 在学校的时候 就有许多女孩子喜欢她 有人觊觎她 也说明我的眼光好 只要阿恒思想不脱轨 我不相信区区一个小雪 能玩出什么话来 我对我和阿恒的感情 还是有信心的 回到家洗漱完 我和阿恒拥抱在一起 毕竟是刚刚结束一滴恋 干柴烈火的一点就燃 阿恒肆无忌惮地吻着我 我也热情地回应着她 我们很快进入了状态 就在这时 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来 阿恒停下动作 看了一眼手机 是小雪发来的 阿恒把手机递给我看 恒哥 我今天好像惹惠惠姐姐不高兴了 你可以把惠惠姐姐的微信 推给我吗 我想和她道个歉 加不加 人家都知道错了 阿恒眼巴巴地望着我 我不加吧 又显得我这个人特别小心眼 行 那就加吧 获得我的同意后 阿恒就把我的微信推给了小雪 小雪手很快 我立马就收到了好友请求 我也不马上同意 双手搂住阿恒的脖子 继续和她缠绵拥吻 激情过后 阿恒沉沉地睡着了 我这才通过了小雪的好友请求 惠惠姐姐 我是小雪 你今天是不是生我气了 已经11点多了 莫想到她还没睡 明知故问 她不就是想让我出球 然后生气和阿恒吵架吗 这种低级的查意 只有阿恒这个直男才看不穿 恒哥睡了吗 惠惠姐姐你和恒哥 要不要出来吃宵夜 我请客哦 见我没有回答 小雪又立刻发了一条消息 我们刚忙完 她很累 已经睡着了 下次吧 我这话就是说给她听的 向她宣示主权 让她明白 我才是阿恒的正牌女朋友 谁知道小雪的道行颇深 她不但不怒 反而教育起 我来惠惠姐姐 不可以让恒哥太累哦 恒哥白天工作 已经很辛苦了 惠惠姐姐要好好照顾恒哥 真体贴啊 我差点都被她感动了 姐姐早点休息 我也要睡觉了 明天我还要和恒哥一起做一个新的项目 小雪主动结束了话题 我百无聊赖的 翻着小雪的朋友圈 小雪每天都会发很多条动态 有一大半是她的自拍 另外一半 全是和阿恒有关的 有些是明目张胆的的嗜好 有些是隐晦青涩的暗示 惊奇肚子好疼 还好哥哥给买了奶茶 工作上生活上多亏了有你 谢谢你的照顾 佩图是一个男人正在工作的背影 我一眼就认出了正是阿恒 又加班了 办公室黑黑的好吓人 还好有你赔 文字下方的照片里 小雪嘟着嘴单手笔心 只拍了身边男人半个身体 男人是阿恒 我为实摩正摩肯定 因为他手上戴着的手链 是他生日时我送给他的 恒哥真的好厉害 正摩男的东西算得一清二楚 我真的好佩服你 佩图是阿恒在电脑前认真工作的模样 桌子上还放了一堆稿纸 我从小雪的朋友圈里 读到的全都是他和阿恒之间浓浓的暧昧 稍微有点情商的人 绝对可以从他的配文和图片中 看出他的意思 阿恒和他朝夕相处 难道看不出来 看着睡熟了的阿恒 我真想把他摇醒 好好问问他到底清不清楚 小雪对他的心思 可我又不想主动捅破这层窗户纸 如果只是小雪单方面的自作多情 我却来质问阿恒 这不是点醒了 阿恒他身边有个女人 对他虎视眈眈吗 我不蠢 我不能这么做 我只能和小雪这个绿茶斗智斗勇 哪怕阿恒对小雪也有好感 我也要把他这份来不及萌发的爱意 扼杀在摇篮里 刚好阿恒的公司招聘一个会计 我的专业对口 我顺手就投了份简历 阿恒周末双休 他有周末晨跑的习惯 出门前他在我额前亲吻 说是等他跑不回来 给我带早饭 八点多的时候 我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 以为是阿恒回来了 却跃着跑去给他开门 却没想到来的是小雪 我穿着半透明的吊带睡衣 和他撞了个满怀 什么鬼 小雪怎么会有阿恒家的钥匙 我心里乍起一道惊雷 惠惠姐姐你起床了 你看我都忘了 你搬来和恒哥一起住了 之前你莫来的时候 每周我都会过来 给恒哥打扫一下卫生 收拾收拾 你知道恒哥一个大男人 莫那么细心吗 小雪拎着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全是食材 哦 我每个周末都会做饭给恒哥吃的 惠惠姐姐一会 也尝尝我的手艺 小雪也不管我什么表情 轻车熟路地把食材拎进厨房 小雪系上围裙之后 嘴里哼着轻快的旋律 开始忙活 就像这间房子里 我并不存在似的 仿佛他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快步走进浴室里 出来的时候 手上拿着一条内裤 那是昨晚阿恒洗澡换下来的内裤 你拿我男朋友的内裤干什么 我挡在他身前 我大概已经猜到他想干嘛了 帮恒哥把内裤洗了呀 恒哥的内裤都是我手洗的 他又洗不干净 小雪绝了绝嘴 语气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炫耀 挑衅赤裸裸地挑衅 一个女人在我男朋友家里 要帮我男朋友洗内裤 这算怎么一回事 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内裤 你知不知道内裤是很私人的东西 以后这种事情不需要你操心 我警告你离我男朋友远一点 我心里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眼前的小雪颠覆了我对绿茶的认知 我是不知道 他是如何能做到 在明知对方有女朋友的情况下 还每周到对方家里替人打扫卫生 还给人洗内裤的 他没有羞耻心的吗 小雪听见我的话 扑吃笑出了声 他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 脸颊上还有两个浅浅的梨窝 确实够甜 惠惠姐姐 你知不知道 你不在横哥身边的这段日子里 我和横哥有多么亲密 要不然横哥为什么会给我他家的钥匙 你只是横哥的女朋友 女朋友而已啊 又不是横哥的老婆 总有一天我会取代你的位置 呵呵 小雪挑着眉笑着看我 眼睛里除了挑衅还有细血 我被他的话气的浑身发抖 是啊 要是是阿恒给他的 要不是阿恒不懂拒绝 小雪怎么能如此得寸进尺 这时候 悬关那边传来了要是插进门锁的细碎声音 是阿恒回来了 我和小雪同时看向悬关处 小雪眼球一转 突然抬手就给了自己一巴掌 他这一举动 让我瞬间猛了 所有的事情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小雪这一巴掌力道不小 他白嫩的脸颊上快速泛起五个指印 看见阿恒回来 站在我对面的小雪 后退了两步 捂着脸开始啜气 边哭嘴里边说 卉卉姐姐 我不是想破坏你跟恒哥之间的感情 我只是习惯了 每周都过来替恒哥收拾 你为石膜要打我 阿恒当运动完 手臂和脸颊上还有细密的汗珠 手上拎着两份早餐 听见小雪的话 阿恒猝了猝眉头 绝 真的绝 这演技不去当演员可惜了 小雪哭得梨花带雨 一只手捂着脸 一只手抹着眼泪 我什么时候打你了 明明是你自己扇自己耳光 戏能不能不要这么多 我的话和哭得楚楚 可怜的小雪比起来 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张家慧 你怎么动手打人 阿恒叫我的全名 语气里透着明显的不悦 他把手上刚买的早饭丢在桌上 转身就去安慰小雪 没事吧 我看看脸怎么样了 小雪哭到哽咽 嘴巴一扁 假惺惺的说道 恒哥 你不要怪卉卉姐姐 是我不好 今天一大早 我就去超市买了菜 我原本想着 上次惹惠惠姐姐不高兴了 想要给你们做顿饭 表示歉意 刚才我在浴室里看到 你换下来的内裤 我看惠惠姐姐做了美甲 肯定不偿手洗衣物 我就想着 顺便帮你洗了 没想到惠惠姐姐生气了 呜 都是我不好 我好没用 我看我还是走吧 小雪边说 边解下围裙 哭着跑出去了 阿恒屁了我一眼 眼神里满是失望 然后跟着追出去了 我突然觉得 多余的人是我 该走的人是我 可是我不甘心 我走了 不久等同于把阿恒拱手 让给小雪了吗 过了好久 阿恒才回来 他沉着脸 我的脸色 估计好不到哪里去 我已经把小雪送回去了 我说你能不能 不要那么小心眼 他就是一番好意 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 阿恒理直气壮 责怪我的样子 彻底惹怒了我 我龌龊 我小心眼 周志恒你给我说清楚 现在要是一个男的 到我家里 给我洗内裤 你怎么想 他采现了 你懂不懂 我情绪有些激动 声音也不自觉地提高了许多 小雪刚才说的话 让我心有余悸 是啊 我和阿恒异地的这段时间 对于她而言 我是个只能陪她 打字说话的虚拟女友 小雪才是那个 能陪在她身边 对她嘘寒问暖的人 我不禁怀疑 如果我和阿恒异地 恋的时间再长一点 我阿恒女朋友这个身份 会不会被小雪取而代之呢 阿恒被我对的嘴巴 一张一合地说不出话 这是本来就是他理亏 纵使他有千万个理由 他都不应该把自家的 要是交给一个 非亲非故 对他还有爱慕的女孩 他这么做 把我这个女朋友 置于何地 好 真是是我不对 我当时也是盛情难却 想着有个人帮着 打扫一下卫生 也挺好的 可 可你也不该动手打他 阿恒憋了老半天 憋出这么一句话 我笑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 我刚才应该 再狠狠给他两脚 总好过现在这样 白白背了恶名 却莫捞着一点便宜 我性子也直 我属于那种 跟你解释两次你不信 我就懒得 在跟你多废口舌的人 怪只怪小雪 演技太好 那可怜的小模样 任谁看了都心疼 你现在怎么 变得这么多多逼人了 阿恒常态一口气 好像我做了天大的错事 是吧 我在这里耽误你 和你的小徒弟 打情骂俏了 我犯件 我辞了工作 来找你 都是我不对 我走行了吧 我气得回房间 收拾行李要走 阿恒见我要走 有些急了 赶忙夺过 我叠了一半的衣服 会会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这样好不好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我答应你 以后和小雪保持距离 你原谅我好不好 阿恒把我的行李箱 放回原处 我只是装个样子 我莫想真的要走 我只是要他 扶个软表个态 我不让他看穿我的心思 还是拎起行李箱 假装要走 阿恒用身体挡在门口 恳求我不要离开 嘴巴说着 你别走 只要你不走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眼睛一亮 这可是你说的 你别后悔 你把手机给我 男子汉大丈夫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况且我现在 又在跟他闹情绪 阿恒只好乖乖 把手机递给我 他的手机密码 是我的生日 我轻易就解开了 我原想把小雪删了的 可转念一想 这是不能我自己动手 我把手机递给阿恒 你给小雪发个消息 你就说让他以后 不要纠缠你 让他把家里要是还回来 然后你把他删了 阿恒一听 眼上立马露出 为难的神色 我不依不饶 我就是要快刀斩乱马 断了小雪那个绿茶的念想 你不是说什么都答应我的吗 你要是做不到 我们现在就分手 我立马就走 我威胁著说道 阿恒一咬牙 按照我说的做了 我看着他把小雪删了以后 才人由他把我的行李箱放回原地 阿恒信誓淡淡地跟我保证 以后一定会和小雪保持距离 还说如果我不放心 他和家里人说 早点把我们的婚礼办了 省得我胡思乱想 我和阿恒是互相献过对方家长的 阿恒的爸妈都很喜欢我 我的爸妈也对阿恒这个准女婿很满意 我们的婚事 本来就在计划之中 我们原本是想等 双方在工作上再取得一些成就就结婚 现在看来 确实应该把婚事提上日程了 省得别人说我只是阿恒女朋友的时候 我都找不到话来反驳 我给阿恒公司投简历的事情 阿恒很快就知道了 当然我也没想瞒他 我原以为阿恒会开心的 毕竟 如果我去了他所在的公司上班 那我们就有更多机会见面了 我们每天能一起上下班 下了班还能腻在一起 多好啊 可阿恒却让我去其他公司投简历 他给了我两个理由 一是他们公司太小 没有前途 二是我莫做过建筑行业的会计 这不符合我的职业规划 好笑 是因为这些吗 我都不想戳破他 我坚持要去他们公司面试 他先劝我不听 也就闭嘴了 我本就有终极职称 还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 在业内也算是高级人才 虽然我没有做过建筑行业的会计 可我有这两块敲门砖在手 轻轻松松就面试上了阿恒公司的会计 入职那天 小雪在公司门口撞见我 她瞳孔皱的收缩 表情像便秘似的 她当然没想到 我会和她成为同事 公司不大 也就二十几人 分三个部门 工程部 预算部 财务部 小雪和阿恒属预算部 我是财务部的 阿恒预算部的同事 那次他们部门聚会的时候 我都见过了 虽然没能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但他们都知道 我是阿恒的女朋友 财务不仁不多 除了我这个会计 还有一个出纳 年纪比我大了几岁 我喊她京姐 积添下来我们 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我倒不是逢人就说 小雪和阿恒之间那点事 毕竟我选得顾着阿恒的颜念 倒是京姐 主动在我面前数落起小雪 她这个人 专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 之前的会计小王 就是被她给挤兑走的 说起这个 京姐满脸鄙夷 不是同一个部门 还能把人给挤兑走呢 按理说 预算部和财务部 除了工作上的交集 其余时间 那是八杆子打不住 办公室 毕竟都隔着一条走廊 咱们公司 本来是请了保洁阿姨的 后来小雪 跑去跟老板说 让各部门员工 负责自己办公区域的卫生 她还排了值班表 每个人轮到值日的那天 都得提前半个小时到公司 她说 这模作可以把请保洁阿姨的钱省下来 还能提高员工的团队感什么的 我们老板脑子也是有问题 居然答应了 保洁刘阿姨就下了岗 小王家里有个孩子在上幼儿园 她老公在外地 平时默认带都是 她亲自接送 每次轮到她值日那天 孩子就没法送去上学 小王后来干脆就不干了 刘阿姨也是惨 家里有个要罐子老公 儿子还在念高中 京姐边说边摇头 小雪这模作 确实挺损的 作为公司老板 有员工提出这种方案能替她省钱 她当然高兴 看起来无伤大雅的一件小事 实际上 确实撼动了所有同事的利益 小雪这马屁 拍得实在没有水平 但换个角度来看 她确实 也不用在乎其他同事 对她的看法 只要老板觉得她思想端正 那就行了 卉卉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可要提防这小雪一些 她和你们家 都这横走得挺近的 你懂我意思吧 京姐抬了抬下巴对我说道 她说得很含蓄 但我怎么会不明白 原来这是 连和他们不同部门的经节 都看出来了 空闲之余 我常买些奶茶零食什么的 给阿恒部门的同事 当然 我也不会少了小雪那一份 小雪在阿恒面前 还是假惺惺惺的 叫我灰灰姐姐 仿佛那天 在我面前和我摊牌的不是她 仿佛那天哭着说 被我打了的人也不是她 渐渐的我和阿恒部门的同事 熟络了起来 大家也会经常调侃我们 问我们什么时候办喜事 要来喝我们的喜酒 阿恒每次都是笑着说 快了快了 阿恒和小雪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确实收敛了许多 也看得出来阿恒刻意地 跟小雪保持距离 除了工作上不可避免的接触 财务办公室 离老板的办公室近 就隔着一堵墙 我就经常见小雪 往老板办公室跑 荆姐说 保不期小雪 就跟老板打谁的小报告呢 当初公司来了三个实习生 最后小雪 挤兑走了其他两个人 只有她留了下来 可见小雪 才不是什么柔弱可欺的小白兔呢 我不管她是什么妖魔鬼怪 只要她别来招惹 阿恒就行 我入职两个月后 时已入秋 天气逐渐凉爽下来 公司刚完成一个大项目 老板大发慈悲 要组织我们出去旅游 这本来是件好事 可小雪又做了腰 她提议把旅游改成素质拓展 原本我们是要去泡温泉的 最后硬生生地变成了野外露营 和篝火晚会 虽说在钢筋水泥的牢笼里待久了 偶尔亲近大自然也很有野趣 可是野外的毒蚊子非常猖獗 我被蚊子咬了好几包 又痒又疼 所幸大家带的物资够多 同事们不但准备了烧烤 还备了啤酒 大家吃吃喝喝 几瓶啤酒下肚 气氛变得活跃起来 有人提议大家来玩真心话大冒险 大家都同意了 我们一行一共20人 20张挑选过的牌 谁拿到方块三谁就是王 可以让在座的任意一个人 选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 先说好了 只是游戏玩归玩 不可以生气哦 小雪这话像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我也不表态 毕竟是团队大多数人决定要玩游戏 我要是提出不玩 显得我这个人很不合群 小雪穿梭在一群男同事之间 有说有笑 活像枝花蝴蝶 游戏一轮接一轮 一群青年男女 玩这种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 到了后面逐渐就变了味道 我们公司的男同事大多是单身汉 小雪又长得颇有姿色 说她是绿茶还不如说她是红茶 就是那种以女汉子自居 动不动就和男人称兄道弟的 男人们又很吃她这套 看得出来 好几个男同事都对她有意思 借着玩游戏为借口 友谊和小雪互动 一个叫小勇的同事拿了方块三 他喝了点酒有些微醺 毛字却是尽量尽量的 他点名小雪 小雪选择真心话 嗨嗨 我们众多男士之中 如果让你选一个做男朋友 你会选谁 小勇问小雪 此话一问出口 一群男同事都目不转睛盯着小雪 小雪用余光瞟我一眼 然后巧笑奄然地对大家说 如果我要找男朋友 肯定是找恒哥这样的 恒哥有男人位 做事又认真仔细 是我的偶像 众人起哄 阿恒脸上的表情也有些不自然 他望向我 眼神仿佛在说 这可不关我的事 小雪当着我的面 当着所有人的面 公然是爱阿恒 我的怒气值一下就蓄满了 张小雪 你什么意思 我强压着心头怒气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卉卉 玩游戏 玩游戏 别当真 怪我不好 嘴贱 小勇见我动了怒 赶忙笑出来劝我 哎呀 卉卉姐姐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真的觉得 恒哥是个好男人 小雪楚楚可怜 委屈巴巴地说 你喜欢周志恒你 可以直接说啊 你看看他选不选你就完了 何必在这里恶心我 我拿话对他 卉卉 你说什么呢 只是个游戏 你能不能不要胡闹 一直坐在角落里不吭声的阿恒 突然站起身来 我胡闹 那你的意思就是 人家当着我的面 跟我男朋友表白 我还得笑呵呵的 像个没事人一样是吗 我们只是同事关系 而且 这只是个游戏 说了就算了 你干嘛要弄得这么不愉快 阿恒埋怨我 只是同事 只是同事 你给他你家里的钥匙 只是同事 他帮你洗内裤 你非要我说出来是吧 能不能不要借着同事的名义搞暧昧 玩什么 有打以上恋人未满 面对我一连串的灵魂拷问 阿恒显然招架不住 他没有想到 我会在人前这样拆他的台 众人听了我的话后 面面相去 这也是 我第一次人前和阿恒脸红 小雪像个没事人似的 我的话 对他似乎没有一点杀伤力 卉卉姐姐 恒哥 你们不要吵架 都是我不好 是我让卉卉姐姐误会了 小雪依旧是那副人出无害的样子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 多了几分鄙夷 呵呵 在他们心目中 我成了那个心胸狭窄 多多逼人的人 篝火晚会 最后 因为我和小雪之间生起的火药味 不欢而散 回到帐篷 荆姐问我 我才把小雪和阿恒的事 一五一时地告诉她 荆姐听了直摇头 我原本以为她 就是心眼多了一些 没想到 居然恶心成这样 她挺能装啊 为时模男人 看不穿她那点小把戏 我盘着腿 双手拖着下巴 我毫无睡意 男人不是看不穿 有个小花痴小迷妹 主动示好 这集大满足了男人的虚荣心 况且小雪模样不差 来者不具备 荆姐翻了个身对我说道 我看啊 你还是早点 和你男朋友结婚吧 实在不行 你让周志恒换个单位也行 周志恒挺有本事 又有一级造价师资格证 去其他公司也一样的 小雪就不一样了 她又不能独立完成项目 我就不信周志恒换了单位 她还能跟过去 荆姐的话提醒了我 也许我真的应该说服阿恒 让她换一份工作 返程的大巴车上 阿恒坐在我身边 她耳朵里塞着耳机 地幕养神 小雪和坐在她身边的男同事 有说有笑 时不时转过头来看我们一眼 语图疲惫 回到家阿恒就洗澡上床睡觉了 我也不吵她 打开电脑 替阿恒制作了一份简历 投给了招聘网站 果不其然 没过几天 阿恒就收到了面试邀请 你给我投简历了 阿恒问我 是啊 你不是说公司小 墨前途吗 那你就换个有前途的大公司 我先斩后奏 自作主张 替阿恒投了简历 他的脸色不太好看 我没有换工作的打算 我在这里做得挺开心的 阿恒看了我一眼 又立马补充到老板很看得起我 而且我想多积累一些工作经验 大公司未必锻炼人 给你发面试邀请的这几家公司 我上网了解过了 都是行业内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你积累经验 最后不就是为了进这些大公司 现在人家向你抛来橄榄枝了 你怎么反倒是不想去了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觉得已经闹到这个份上了 你要是还想和我继续下去 就换分工作 别的我也不想多说了 我觉得多说无意 如果阿恒坚持要留在这里 和小雪大眼瞪小眼 那我甚至可以预见我们的结局 你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换工作的是非同小可 我真得好好考虑一下 我答应你我会去看看的 阿恒确实有去参加面试 好几家公司都给阿恒开出了不错的年薪 但阿恒一直说还要斟酌一下 一拖又是大半个月过去了 十一的时候 阿恒父母过来看我们 我现在和阿恒也算是同居 阿恒的妈妈问我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卉卉你和阿恒是怎么打算的 我看了阿恒一眼 我觉得这种事应该是他先表个态 阿恒对我的眼神是一心领神会 妈我和卉卉打算尽早结婚的 是吗 那太好了 我和你爸爸也是这个意思 阿恒他妈笑得合不拢嘴 在得到了我们两个人的表态后 阿恒家人就和我爸妈碰了面 两家人坐下来认真商讨我们的婚姻大事 到此为止 我和阿恒的这段感情也算水到渠成 虽然有小雪这个插曲 但我一直也是奔着结婚去的 九席 彩礼 大小细节很快就谈妥了 彩礼二十万 阿恒家里出首付 我们自己还房贷 九席在男女双方老家各办一次 九席前我爸妈包揽了 我要做的就是养精蓄锐 做最美丽的新娘 结婚要准备的事情很多 阿恒又接了一个新项目 忙得不可开交 他许诺我 等他做完这个项目 他就会离职 然后重新找一份工作 我向公司递了辞职信 打算回家安心准备结婚的事 精姐听说我要结婚了 也替我高兴 一再叮嘱我要给他发喜帖 我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抽屉里有两罐菊花茶 我嫌带走麻烦 一罐给了精姐 还有一罐我打算放到阿恒的办公桌上 他最近总熬夜 有些上火 阿恒不在办公室 他和小雪还有几个同事去了工地 我把菊花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顺手帮他整理了 一下他杂乱的桌面 阿恒的电脑开着 大概是走得急 电脑上的微信都没有退掉 小雪的头像赫然出现在阿恒的好友列表里 阿恒在把他删了之后 又把他加回来了 我回忆了一下 自从上次阿恒当着我的面 把小雪删了之后 我也没有再查过他的手机 我一直相信 他说的会跟小雪保持距离 我想到 他竟然把小雪加了回来 好奇心驱使 我忍不住想要看看 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只看这一次 如果他们说的只是工作上的事 那我就安安心心和阿恒结婚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点开小雪的聊天框 小雪 恒哥 惠惠姐姐没有为难你吧 阿恒 没有 吵了几句 我已经把他哄好了 小雪 那你又把我加回来 如果被惠惠姐姐知道 会不会生气 阿恒 我不会让她知道的 我已经把手机密码改了 如果实在不行 我到时候弄个微信小号加你 小雪 惠惠姐姐太任性了 如果我有你这么好的男朋友 我一定不会和你吵架的 阿恒 他是很任性的 上次他打你的事情 我也觉得是他不对 我已经说过他了 对不起 小雪 没事的 惠惠姐姐脾气有点大 我只是把你当成哥哥 我知道自己没有那种福气 我们遇见太晚了 恒哥 如果没有惠惠姐姐 你会喜欢我吗 阿恒 会吧 小雪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小雪 恒哥 听说你要换工作 阿恒 没有 是惠惠投的简历 我没有换工作的打算 我只是敷衍他 不会真的离职的 小雪 我以为你真的要走 别丢下我呀 阿恒 傻瓜 放心吧 我不会丢下你的 小雪 我就知道 恒哥对我最好了 小雪 恒哥 你真的要和惠惠姐姐结婚了吗 阿恒 嗯 其实他和我闹了几次之后 我发现我对他的感情已经淡了 但是我爸妈喜欢他 是我爸妈希望我们结婚 小雪 嗚 那我没机会了呀 阿恒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你的性格了 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好很好的朋友啊 看到这里 我的指甲嵌进肉里 捏得自己指节生疼 什么叫因为我和他闹了几次 对我的感情已经淡了 和我结婚 是因为他爸爸妈妈喜欢我 我心如刀割 连呼吸心脏 都是一扯一扯的疼痛 我莫想过阿恒 竟能说出这种话 我只觉得 自己太阳穴秃秃直跳 头晕目眩 恶心想吐 我原以为我是他的白月光 我们都要结婚了不是吗 我不忍再去看后面他们说了什么 那些文字像一把把冰锥 扎在我的眼里 扎在我的心里 如果我足够脆弱 我真的想当场死掉 我用手机拍下他们的聊天记录 走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 我做了个决定 我要毁婚 我回到阿恒家里 收拾了自己所有的东西 买了回家的车票 此时此刻我只想逃离 离他越远越好 最好这辈子都别再见面 我的父母已经印好了喜帖 还莫来得及发给亲朋好友 听说我要退婚 他们都很惊讶 我妈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扑在她的怀里 哭了个天昏地暗 我把周志恒和小雪的聊天记录 给我妈看 我妈脸色铁青 随即起身给周志恒父母打了个电话 两天后 周志恒带着他父母上门请罪 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 我们是应该先去周志恒老家办婚礼的 他父母已经发了喜帖 此刻我毁婚 他们下不了台 惠惠是阿恒不好 我已经让他辞职了 你就原谅他吧 好不好 周志恒他妈苦口婆心地劝我 阿姨 我和阿恒不可能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和他分手 我想 在他心里 小雪是比我更适合的对象 既然如此 我祝福他们 我说的斩钉截铁 阿恒一直在旁边低着头不说话 彩礼晚点我还给你们 以后你也不要来找我女儿了 我女儿未了你 把工作辞了去找你 你就这么对他 我妈气得直拍桌子 我 我又没跟他上床 我们 只是同事而已啊 阿恒努力为自己辩解着 够了 没有上床 就值得被原谅吗 精神出轨 不算出轨吗 对异性的事好 不懂得拒绝 不是有问题吗 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我也不会再见你了 我对你失望透了 我看着眼前的阿恒 三年多的感情 此刻已经消散如烟 再说下去 恐怕就是恶语相向了 多么可笑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 竟然因为一个绿茶 走到相看两相宴的地步 怪小雪吗 不 像小雪这样的女孩子 到处都是 我始终认为 问题的根本 还在阿恒身上 如果她一早就拒绝 小雪的示爱 而不是一次次 隐晦地给她希望 她未必会把精力 全放在阿恒身上 阿恒后来 又来我家找过我几次 都被我爸 还有我妈赶出去了 我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都拉黑了 清理微信时 我看到小雪的朋友圈 之前我让阿恒删了她 我自己去没删她 她发了张自拍 照片里 她笑叶如花 仿佛阿恒的离职 对她没有什么影响 和阿恒分手的三个月后 京姐给我发来微信 她告诉我 小雪被老板娘打了 小雪半夜 约老板出去喝酒 被老板娘发现了 闹得很难看 老板娘在办公室里发飙 对小雪破口大骂 还扯下了小雪一大把头发 最后 老板为了家庭和谐 只能把小雪给全退了 老板娘我是献过的 山东女汉子 长得虎背熊腰的 不像我是个软柿子 有时候我不禁在想 如果我当初态度 再强硬一些 泼辣一些 我和阿恒 是不是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答案 一段感情光靠我一个人来维系 是不够的 阿恒贪得无厌 爱情和红粉之急 她都想要 看吧 即使小雪也莫那么喜欢阿恒 阿恒不过是 她鱼塘里的一只鱼罢了 阿恒走了 她就会寻找下一个目标 绿茶就是绿茶 茶性不改 只不过她这次莫招惹对人 马失了前提 后来阿恒又找过我的闺蜜 在我闺蜜面前 上演了一场苦情大戏 说自己如何 如何想念我 我如何如何绝情 她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知道 她要结婚了 我退了婚 让她颜面尽失 不明真相的闺蜜劝我 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不如就算了吧 我把当初用手机拍下的 阿恒和小雪的聊天记录 悉数发给我闺蜜 闺蜜在微信那头沉默两久后 回了我一句话 我说错话了 分得好 新年一时 窗外烟火璀璨 我望着窗外不知怎么的 就想起了阿恒 我妈看穿了我的心事 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 姨妈给你介绍了个小伙子 人还不错 要不要现见 我想了想 点头硬道 好 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拥抱新的生活 在一起时我问心无愧 分开后 我勇往无前 往前看 不回头 全文完